譬如今天跟她出去 我打開衣櫃 她說我要穿這個 我想穿這個 我說不行 因為我通常會 襯了這條褲 就要襯這件衣服 她無法搞定 我會說不行 我三個女兒的話 我一定不會讓她穿公主衣服 我一定不會 但就買好了 買買買買買買 你的 Report 我覺得小朋友都有領用不適魔物 例如一超級黑衣服 無論甚麼 沒逼一件 有毛毛 沒毛毛 我家裡也有兩三件 是他們開門口會穿的 其實唐嘉莉沒有做歌手之後 就成為一個專業的造型師 現在成為一個專業的造型師媽媽 對於小朋友的衣著方面 會不會有自己很嚴格的一套呢 我有我的喜好 當然 我不是很顏色的人 不過也為了小朋友 有時會給他們一些顏色的東西 即是給他們黃色的袋子 這樣就顏色了 那也沒有 但衣服我都有嘗試這些顏色 另一件比較有爭議的就是舞女裝 這件事我知道這些人會做的 因為有時見到你Instagram或Facebook 久不久都會跟女兒說 很漂亮的舞女裝 這件事都是搭配得漂亮 和難做得好的一件任務 我以前都很抗拒這件事 是嗎 那些親子妝 都沒有興趣 覺得通常都很漂亮 總之這件事不型 我慢慢覺得也不是 但其實有三個小朋友 有時搭配得好的又會挺好看的 挺有趣的 我的原則 但前提一定都是以我自己為先的 都是黑色 灰色和黑色 我一定會選擇了我自己喜歡的風格 所以我會穿上去 然後再把她們的衣服搭配我 搭配我 搭配我 即是她們是一個 其實子女對何嘉玲來說 都是Must have I 承認的 是呀 但我選擇的衣服 通常是一些 未必會一模一樣的 Copy 我覺得是很Oper copy的 譬如我今天穿間條 可能小朋友都會找一些間條類型的東西 但未必一定是同色的間條 可能我紅色 可能她藍色 即是有一些共通的位置 顏色、Pattern 這樣 好啦 如果是我這些 私人 你當我自己是私人 我是一個漂亮的鞋 很青春的媽媽 十年前是 好啦 我想問一下 我想跟女兒搭配衣服 首先第一件事 是否要買衣服 你會不會買很多衣服 給小朋友 我以前真的挺忍受 因為男生不用那麼多變化 我自己覺得 真的可以隨便 不失禮人就可以了 但女生發現有時 都會覺得很可愛 很漂亮 但我忍不住也會有買多了 但我又不會說一定要買新的東西去搭配 我都會盡量找回更適合的舊東西 去樓盤搭配 我也很幸運 因為我還有一個更小的男生 變成了家姐 最小的女生很慘 不斷在收拾哥哥 姐姐的舊衣服 很帥氣 一出生就穿Vintage 沒有什麼 我都覺得她很有趣 不同的感覺 那你不跟別人穿的那是另一種感覺 那呢 噢 這一站其實我就叫Lian教我一些 2021年的Must not have item 其實我心裡壓力很大 我怕他有很多壓力很大 不是 我怕你一來到 其實我也不用帶東西 你現在這個室想問Must not have item 不會那麼mean的 心裡是這麼說的嗎 不是不是 好 看到了 就是這一堆東西 嘩 其實我自己收到你這個要求的時候 我都覺得很頭痛 為什麼呢 因為在我心目中沒有什麼 是一定不行 就是不行 除非真的 我真的想不到一些很嚴重的東西 是不行的 不過我今天也選了一些 好 首先不如說一下這個鏈 這個其實是比較一些 好像大舊一點的飾物 是頸鏈來的 其實21年跟20年一樣 都是比較喜歡一些精緻小巧 minimum的東西 對 例如金屬 我自己覺得是比較優雅的 我自己覺得 因為不會有些很誇張的飾物 其實也有誇張的 像我今天帶這條 都是21年 它們都是又流行的 例如一些網狀 對 鎖鏈 對 鎖鏈 那類一些鏈 那類扣形狀的東西 它們都是會流行的 但是對於這一類誇張的 一塊硬物 大一點的 就比較沒有那麼流行 好 接著呢 好 第二樣說一下 譬如20年就很Hit的 其中一件就是 就是漂染 那些紮染的衣服 這件絕對不是我的心頭號 所以我真的一件都沒有 因為有些彩色 太色彩色 對 而且我不是很喜歡 那個風格的東西 竟然讓我找一對這樣的襪子 我家裡竟然有一對 類似紮染的襪子 我就拿來告訴大家 21年就真的不會再流行這件事了 另外就是一些很大型的圈形 方形的這些耳環 其實21年都會流行一些 比較有Statement的耳環 都是流行大舊 但是就不會流行這些大圓圈 大扣扣這一類 這一類就真的是 甚麼叫Statement 我不明白 就是你見現在其實很多人 會戴一些大舊的耳環 可能類似這些 但是它就延伸到不是頸臉 而是耳環 耳環就OK 對 耳環就OK的 耳環仍然是很流行的 但是變成這些是一些圈圈 方形這一類型的 其實很漂亮 很搭配你 對 因為你全黑色 然後有一種東西 所以我不會丟掉它 對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就記住追蹤親子大爆炸 好了 多謝 再見 DNS spo